第四集 隨著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 涉為港區國安法案件開審 一些西方媒體 國安逃犯和走路政客就好像約好了 歪曲編造和國安法相關的負面新聞 近期美國華盛頓郵報發表提為事後調查發現 香港傳媒大亨證人周若代的報道 說12港人在內地服刑期間受虐 另一邊上美國代理人媒體 自由亞洲電台都發表了多篇報道 說周庭和鍾翰臨出獄後遭受國安處騷擾 我們就看看這些所謂報道說了甚麼 華盛頓郵報那篇報道說 12港人初期在內地被單獨囚禁 囚失全日不關燈 各人八天被要求盤腿移坐 晚上的時候不時無故被叫醒 自由亞洲電台就引述 周庭接受日媒訪問時說 到佈加拿大之後 仍然收到香港警方 兩次通過個人通訊網絡的文字查詢 一次是問你安全到佈? 另一次是有沒有和黃絲聯絡? 而另一篇報道說 出獄後仍然有監管令再生的鍾翰臨 支持每兩到四個星期 就需要和國安警會面一次 被查問活動細節 形容這些是嚴密監控 這幾篇所謂報道不看油字可? 一看之下真是提笑皆非 老海中立即想說一句 在裏面再籌的就是無村無難回來香港 這樣叫虐待? 出獄的就是行得走得 食得睡得 這樣叫騷擾? 既然那些好事之徒 開口埋口說虐待騷擾 我們不如說一說 在1967年反英抗暴期間 港英政府不說理由 不加審訊 就在俗稱白屋的摩星嶺集中營 扣押了52人 他們當時受盡折磨的苦況 時任香港華人革新協會秘書的蔡惠恆 曾經讚聞益術話 一個人被運在不足六呎成四呎的囚室 那個被營友稱為罐頭的狹窄囚 內部設計精心炮製 好像有密封的單人倉 地上只有一塊木板造床 場角上裝有強力風機 不怕沒有空氣 天花板也裝有一盞大射燈 不愁黑暗 24小時不停被君君隆隆的強風 和照射燈滋擾 有點睡得安穩 身上只有內衣褲 即使是正直嚴下 都令人覺得十分寒冷 飯菜是什麼呢? 就是用膠盆送來的沙谷米 臭鹹魚仔和半杯茶 另外蔡衛行說 單獨囚禁的政治犯和外界隔絕 三面牆上都裝有規鏡 房間內沒有廁所 很多被囚者迫於無奈 在房間內就地解決 從蔡衛行所述 就可以知道被囚者當時所受的虐待 是多麼不人道 先不說十二港人 周庭和鍾翰林的報道是真還是假 起碼在港區國安法實施三年多的時間裡 我們就未曾聽過 有人因為涉及從事危害國家安全的行動 在被警方或懲教署拘押的時候 遭遇過任何不人道的對待 放車退一萬步說 就算周庭和鍾翰林所言非虛 這樣周庭都只收到一兩個短訊的文字查詢 鍾翰林隔幾星期才與警方見面一次 然後獲放行 更沒有出入境限制 這些做法如何是監控呢? 滿口怨言的周庭和鍾翰林 有沒有珍惜社會給的更新機會呢? 重溫港英政府這些過去 並不是鼓吹警方今後要不人道 去對待相關犯人 只是想提醒那些好事之徒 你們活在今日的香港 已經身在腹中